好 接下来几乎我们每天都会focus的就是距离秋冬 事实上是越来越近了 因此欧洲恐慌没有足够的天然气能源 现在不断的扩大 在9月8月底的时候 俄罗斯是以维修为由 把这个输送天然气到欧洲的主要管线北溪号关闭三天 一般人认为它有可能就不重开了 所以德国仰赖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 最甚它不断的对外寻觅新的能源 这个星期他继续跟加拿大阿根廷就轻能达出协议 那么对内德国政府猛力的节能 9月份开始从暖和照明 那么全部都严格控管 他要把天然气的使用量再减掉2% 德国今年冬天恐怕会更冷更黑 因为当局在祭出节能新措施 9月1号起除了医院等设服机构外 全德国的公家机关大楼 暖气温度一律不得高于19度 走廊走都和大厅等将根据活动状况而定 甚至考虑全面不供暖 德国政府严格把关最耗电的项目 怕能将天然气使用量再减少2% 以确保发电厂 链油厂和电网都能维持正常运作 特别是来银河渐渐干涸 德国当局宣布以铁路取代水路 好让原物料等设备能够顺利送底制造能源的工厂 德国经济部长补充 这种种措施能让家户企业和公家 在未来两年省下100多亿欧元 好在距离汉堡80公里外 一座叫做布兰梅府得了城镇 不太需要烦恼这问题 他们在周三公布了 以全轻能发动的载客列车 开全球之先 轻能好处除了银探牌 效能比柴油高出4倍半 就连噪音也大幅降低 全数共14辆列车 将会在年底之前相继投入营运 取代目前的柴油列车路线 德国当局队内 把节能行动发挥到极致 对外也动作频频 德国总理萧姿在上周结束 北欧访问行程后 继续为能源奔波 这星期现身加拿大 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重头戏就是按加拿大 签署一份长期的绿色轻能协议 继续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双方签署协议的地点 就在一个叫做 史蒂芬维尔的港口城镇 目前已经有加拿大的能源公司 要在这兴建零碳牌的厂区 用锋利来制造专门出口的 轻能和安能 加拿大政府则不断对盟友 释出友好讯号 前一天才和福斯和冰市签署协议 确保这两间德国大厂 有足够加拿大供应的原物流汗电池 用以制造电动车 德国外交部次长林德纳 也在周三造访阿根廷 就共同推动绿色轻能在内的载车能源发展达成协议 德国官民总动员 因为从俄罗斯输送天然气到德国 主要管线北溪一号 又将以维修之名 从31号起关闭三天 害怕不会重开的忧虑 也再次蔓延 TVB的新闻众报道